9月26日 李嘉欣 张志玲 真子丹夫婚等 应邀出席万表品牌 庆祝晚宴活动 韩国新男李炳燮 今晚穿上条子纹的西装 深山来迟 现身万表品牌 出席庆祝晚宴 李炳燮透露 反韩国后便为动作电影开工 还表示 此次遇到真子丹 演了他十分期待 我忘了他的名字 我们在韩国叫他 专家丹 在韩国 他正在韩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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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有机会的 你会出席庆祝晚宴 其实我们已经有机会 我们之前 我之前 我之前 今天会是第二次 去面 他正在韩国 他正在韩国 我认为 你会想到 我们一起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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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为亚太区品牌大使的张志玲 女生黑西装打扮 竟显行男一面 提到老婆袁勇怡 之前在李芷珊的节目中 重提当年与林建月相谅的往事 志玲表示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过去 然后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是那么 那么有价值 我觉得 都是把那个人的人生建构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说遗憾的话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有早几年去认识他 好好的去保护他 不要让他受这个伤害吧 郑三表示 明年就要开始新公司